这几天我在研究 我们如何在社会发生动荡 急需粮食 我们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在自己家里住 你需要什么 可能这样需要水 需要粮食 需要药 需要钱 或者需要一定的安防保护 大家在自己家的时候 怎么信中国联邦有多少能力 去帮这些战友去 在全球战友 这是天大的事 天大的事 昨天下午 我们建造这个安全基地的 安保的人员 在小飞舱面前 给我做这个简报方案 拿来那个 能25年到30年处放的粮食 军用的 就是当人类遇到问题的时候 那一袋粮食 你可以吃让你活下去 25年有效 25年的 你一个最普通人 就吃那个东西 能让你活下去 就那一袋东西 8千美金 一个人 8千美金 一个8千 10个是8万 1万个是多少 是吧 我们最喜欢的海外战友 咱们论百万级 你得需要多少钱 这是大家在家里边 能给你提供的 最简单能活下去的 像维他命一样的粮食 如果战友的需要药呢 战友如果家里边孩子需要一定的食品呢 是吧 那这就是更大了 那是天大的钱 这是一个在家里待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 某些战友在某些国 根本没法生存了 是吧 而且不仅需要药 和需要这个粮食 需要水 需要安全 还要聚集的某个地方 要租场地 要有安保 还要有这些工作人员的开支 那是多大的钱 阿富汗一个国家 一个联合国能救几个人 是吧 这又是一块钱 再往下 我们来说 最坏的一个结果了 就是 哇 这个疫苗灾难 已经社会没有任何秩序 没有管理了 我们很多战友 聚到一起来 是吧 要聚到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三个点 我们欧洲的点 已经在去租一个军事基地去了 已经在不再用的废弃军事基地 我们在租 而且我委托的是我过去的老朋友 租下这个基地 让有水 安防 而且呢 有地下水啊 而且要净化水 我们要储备足够的粮食 欧洲那个地方 大概现在最起码 那个基地能放一万人 我们现在亚洲的 现在到底是从日本 还是从泰国 还是从柬埔寨 还没有定 都在谈 那么在美国 我们肯定会在一个岛 或一个山上 有这么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要住够5000到1万人 所以昨天安保的人 就问这个小飞机匠了 说 郭先生 我们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第一个 不需要你和你家人 和战友们住在一起 因为这个安全就更难控制 然后再一个呢 说 我们因为觉得 七哥的安保更重要 要跟战友分开 我明确告诉他 我这两天前 已经跟你七嫂收过了 如果疫苗灾难 非常重要的时候 非常夸张的时候 你七嫂 还有郭美 马上去欧洲 去跟我的欧洲的家人团聚 马上走 把我一个人留在美国 我会在这个基地里 和战友们在一起 我不会离开战友 我和战友共生死 我告诉这个建设这个基地的头 我说我会共生死 我不会让你们分散安保力量 把七哥放一个地方 战友放一个地方 你给我的安保的标准和食物的标准 肯定和战友不一样 那不行的 到那个时候 我和战友 吃的要一样 住的要一样 安保也要一样 这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如果到那个时候 这个基地里边就是七哥 不是隐居山林了 就和你们到了叫做 末日的诺亚方舟了 和战友们同吃同住同喝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我们最坏的 就是我们在欧洲 在美国 在亚洲会有三个基地 七哥会在美国的总部这块 和战友们一起度过的疫苗灾难 疫苗灾难导致的社会动乱 我们会准备好 能维持生存的水 食物和医疗 当然有必然的安保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当中 这几天 我们把合避的事情 我们这周先做个了结 三江客现在每天在拼命的工作 我们希望这个周五和周六开个大会 然后把合避的事情过去 接下来继续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展 我们要把这个先翻篇过去 然后再下一周 我们就全面的联盟委员会 铁学主要讨论的事情 建立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抱团取暖能活下去 还有度过这场危机 这是关键 同时我们还搞精子卵子项目 怎么能把精子卵子 战友们要捐精捐卵 这个制度也要公布 在下两周 然后把捐精无描的精子和卵子 打造出一个躺平币 躺平币又怎么能让大家能收到钱 收到这个躺平币 在市场上很多人买 真的有价值 然后你还能捐精捐卵 还能造出新人类 成为新人类的新人类联邦 然后呢 同时战友们 在这种情况下 细系列还能赚钱 还能发展 危险的时候 大家还有地方相聚 不危险的时候像这样 大家有病可以有药 医疗 水 食品提供 是接下来 铁学主 新中国联邦 有这么多大事可干 我们不能陷在一个险 前不往前走 那就不叫新中国联邦了 是吧 大家成了笨蛋了 是吧 我们要发展 我们在机会挑战中发展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建造 末日的诺亚方舟的所有计划 美国 欧洲 亚洲 全球战友 联盟委员会 都会参与 第二个 把G系列 一系列 我告诉大家 一会儿我给大家说 会让所有的七民贼 让共产党吓死你们 吓死你们 我会让你看看 G系列会给你 什么让你感到 战友们记住七个字话 会吓死这帮七民贼 会吓死这帮共产党 看看G系列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 G系列的全面发展 飞锐克台阶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 精子卵子躺平蔽向上 创建 新人类计划 昨天 青藤 Q妹 苍天 Nik 这几天去找精子卵子 就卖精子卵子 傻眼了 全美国能找到 不是一万个好的 五秒 一万个卵子 库的唇 一万个卵子库存 可能有一部分就已经打疫苗了 竟然是当时有人就捐卵子 医生要求先打疫苗再捐卵子 你想多疯狂 多疯狂 但这几天找到了 不超过三到五个 像样的卵子 全美国 多吓人呢 战友们 所以战友们有条件 18到31岁的 健康的 精子和卵子 一定要等着通知 未来会给大家开会 捐精捐卵 拯救人类 建设新人类联邦 然后这个精子卵子 卡明币项目是战友的一个 真是能发大财的 能发大财这个 这个了不得了不得呀 发大财这个 精子卵子未来人类的项目 和我们诺亚方舟项目 和具系列的发展 这是接下来 一两个月最关键的事情 那么这是我们 要面对人类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 这是具体的行动 但是记住 卵子项目和精子项目 还是诺亚方舟项目 还是记系列 关键都在人心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我们当面对这么大挑战 七哥 真的不怕共产党 我也不在乎任何什么 鸟人怎么看我 是吧 我最在乎的是战友的心 我最在乎是战友的心 我最在乎是战友的心